好 OK 首先是來自觀眾 聯羽的提問 想問問烤肉的初衷 如果 假設自己的 退了等等 接下來會考慮去做 什麼其他的事情 烤肉的初衷 剛才也說過就是突然之間 想烤現在繼續烤下去 就是想要更多人 看到他們的 一篇他們的直播 然後如果我的推 退了的話我的主推是Kiara 我想他是應該不會退啦 除非因為他喜歡當好笑 如果他真的退的話肯定是因為一些 很不能接手對 沿上事件嗎? 或許沿上事件像你說一樣 所以我想如果真的發生的話 我大概也會不再當烤肉麵 他的提問是 很想知道他是怎麼保持耐性 烤這麼長的肉 特別是看到那種8小時的烤肉 我真的無法理解那個耐性 是怎麼樣來的 保持耐性 其實耐性很差 而且我專注性超低的 所以我經常會 我的工作態度就是 我需要做某一些其他東西 來保持專注 現在呢我的保持專注方法就是 考一面工作去 可是那裡超級亂的 經常就要 時不時就要開麥回音一兩句這樣 所以你問我怎麼保持耐性的話 大概是愛吧 就想繼續考下去 然後讓大家 這個9小時都好狂 好鬼 好厲害 怎樣怎樣的感覺吧 你對於你自己的紀錄 現在最新的紀錄是 9小時 你會不會覺得 你再次刷新這個紀錄 我現在剪的影片 不知道 但是大概 會 應該會有8個小時吧 這個影片也有 我怎樣聽都覺得 這個時場我不正常 我覺得 我還記得 有一個留言 說過 你會不會以後 只考傳說的 我說不要這種型號 然後 我現在感覺 我已經完全無法反駁它了 而且我開這個 超級簡潔的系列 也是為了 有更多嘗試 就想幫眾多烤肉們 就知道精華烤肉 現在已經有了 而且市場還蠻飽和的 都開始搶 那些什麼 鹽酸法 之類之類的 大家都有 都有說過這件事嘛 對不對 而且我就想 所以我就想幫大家 開一條新的路 就 全紀錄精華 這樣就不用搶了 反正你就找一個 舊一點的系列 全部撿起來 然後翻譯掉這樣 最初說 你噢 很快 會睡醒 你的